我們上次已經把所有的這個常見的幾種經濟結構都講完了 那我們接下來再來講有一些比較特別的這個經濟結構的狀況 那首先我們要講這個所謂的非理想的經濟結構 那什麼是非理想的經濟結構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基本上比如說傳統的理想的經濟結構是怎麼樣的 就是說我今天這個經體的這個每一個經體 它的那個Primitive Cell 或是它的Commensional Cell 那我可以周期性的這樣平移 所以我現在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呢下一個位置移過去長得一模一樣 再下一個位置移過去是一模一樣 那理想的經體應該是這個樣子 就所謂的Idea的Crystal 好 那但是呢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你可以想看一件事情 就自然界它喜歡形成這種理想的經濟一定是怎麼樣 它的能量要相對於非 就是所謂的這種不是那麼漂亮的這個經濟來說 應該能量相對於是最低的 不然它不會自發的形成 好 所以呢 我們一般的認為是 理想的經體應該 由這些相當一個子組成的時候 它應該是最低的能量 可是呢 事實上呢 事實上並不完全是這樣子 並沒有辦法去證明這件事情 尤其是溫度在絕對零度的時候 在絕對零度的時候呢 我們基本上物體失去了所有的這個動能 理論上應該說好像動在這個空間中一樣 那這時候呢 因為你沒有任何的能量 所以呢 假設你今天 處在一個能量比較高的一個狀況 比如說 今天我們說這個 晶體是非周期性排列的話 那相對於它的能量可能是比較高一點 好 那可是呢 事實上到絕對零度的時候 很接近絕對零度的時候呢 我們並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就是說 周期性的排列跟非周期性的排列 可能對應到的能量都是一樣的喔 那這句話怎麼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舉一個例子 那我們在前面剛才講到FCC跟HCP在哪個結構 對不對 HCP呢 就是我們排成六方形的時候呢 然後呢 上面那一層 就我們上次有講到我們三個位置嘛 對不對 在這個 在最密堆積的時候 有兩種最密堆積的方法 好 假設是A 這個位置叫A 好 那 在另外三個位置 我們叫做B 好 有這個 這個位置 這個叫做B 好 這個位置叫B 這個位置叫B 好 好 那ABABAB的排列呢 就會形成什麼 如果你的序列是ABAB 它就會形成HCP 就是所謂六方最密堆積 好 好 那另一種情況是什麼呢 假設我AB第三層在C C在哪裡呢 C在這裡 C 好 C 假設今天我的情況是 好 用這個寫 ABC ABC 這就是FCC 那這個面呢 這個拉出來這個面呢 對應到的是FCC的哪一個面 對應到FCC的 EEE面 好 那這個面呢 這個面呢 對應到HCP是什麼面 是001面 好 那這兩個結構呢 堆積起來呢 它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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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所謂的 我的這個密度呢 可以到0.74 對不對 比如說74%的空間可以被你填滿 好 那不管是FCC或是HCP 它的填滿率都是一模一樣的 好 那它鼻子的 鍵的距離也是一樣的 好 那這樣子呢 這兩個東西都是周期性結構 你要絕對0度的時候呢 FCC就FCC HCCP就HCP 兩個 都是最低的能量 好 好啦 那現在問題來了 對啊 那你可以ABABAB 你也可以ABC ABC ABC 那你可不可以有個序列是什麼樣子呢 比如說我舉個例 AB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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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樣的序列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啊 對不對 我這樣堆疊我錯開 如果你去排過這個東西 就知道 你稍微堆疊錯開 是沒有關係的 那即便你是這麼堆疊 你一樣會得到什麼 你的Packing density是74% 只是這個結構 你也不能說它是FCC 你也不能說它是HCP 好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你可以想像一下一件事情 我這樣子去排列的時候 我在平面都是六角形 對不對 它是周期性的 對吧 嚴正 假設我們說 以這個意思來說 我重畫一個 好 我重畫一個 好 那我們這邊 比如說 這個叫A1軸 這叫A2軸 對不對 凸出來這個就是A3軸 對不對 那我呢 A1A2所形成的這個Pram 就是A1A2Pram 這樣的一個平面上呢 它絕對是周期性的 對不對 第二層 沿著BPram 它也會是周期性的 所以到處你說 它沿著二維 任何一層的二維 它都是周期性的 漂亮的周期性的東西 可是呢 如果你由下往上看 沿著A3軸去看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看到的是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無序啊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一開始想要講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在絕對零度的時候 周期性的結構 應該要有最低的能量 我們一開始這樣假設嘛 對不對 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可是這個跟這個能量根本分不出來啊 我們下面也有說嘛 對不對 你的 假設你今天的這個 見解的能量 跟你的 見長有關的話 那 FCC HCP是分不出來的 對吧 第一個它最低定數也一樣多 見長也一樣長 假設你就同一個人質去組成 好不好 那這個呢 這個也完全一樣啊 你最低定數也是一樣多 你的見長也一樣長 對不對 你的二維也是周期性 你是沿著三維不是周期性啊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這種情況下 隨機的這種堆疊 二維 二維是結 是晶體結構 三維呢 它就類似玻璃一樣 應該隨機的 原子位置的隨機出現 好 所以呢 如果是這樣堆的話呢 那當然也可能某一天 它這樣堆疊的這個 這樣一個序列 某一天 可能會回來 也可能不會回來 好 好 那比如說我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劉化心 035這種結構 這種結構 我們先沒有講過這種結構 這種結構它可以用類似的方法去堆疊 那它可以有多少呢 它可以有150種堆疊的方式 劉化心 劉化心 我們看一下在前面 好 那最長的周期呢 可以有360層 就是360層之後呢 才又重新回復到第一層的樣貌 那另外一個呢 Silicam Car板 SIC 這上次講我最近比較熱門的材料 它可以超過45層 這個堆疊 然後就回到 才回到原來的樣子 那甚至呢 這個Primitive Sale 可能是393啦 那當然 如果你要說 Primitive Sale 這當然可能是 比如說 隨便舉例 所以Si Si可能比如說393 C393 A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常叫一個Primitive Sale 對不對 一組的化合物 好 那它A很短 3.079 對不對 就沿著某一軸 沿著C軸呢 有989N算 非常非常的厚 厚的不得了 好 那這種呢 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好 甚至最長的還可以到594層 你去長這個材料的時候 你會發現 啊這個 這個材料長起來 每次都長起來 性能都不一樣 性能都不一樣 為什麼性能會不一樣 沿著平面沒有問題 對不對 啊沿著那個C軸 C軸對不對 周期性不一樣 周期性不一樣 它看到的電子波長就不一樣 對不對 好 我們後面會講這件事情 就是說 我走 我走這個樓梯的時候 對不對 你先想看 你現在去走樓梯 每一層樓看起來都一樣 都是一樣 一堆教室 長得一模一樣 但是你上樓梯的時候 如果你的樓梯的轉折 有的是5階 有的是10階 對不對 走起來感覺就不太一樣 是不是 那這個就是這樣的意思 好 OK 所以呢 這樣的一個周期很長 當然它可以 還是可以不但重複 形成一個經格 那為什麼會形成這樣子呢 主要原因是什麼 主要原因不是說 我間接的時候 我間接的時候 需要 它這個力 不是說 我這個力要傳這麼多層 才能回覆到 跟原來一模一樣 而是裡頭 可能有一些什麼 dislocation 錯位 錯位 造成我旋轉 在長的時候 可能會長得像 spiral 有點像旋轉的情況 spiral就是螺旋 有點像螺旋的一個情況 只是這個螺旋的周期很長 比如說三五百個周期 對不對 造成你的這個 這個成長時候的錯位 造成這個螺旋的情況 那有興趣可以到後面去看 那這種 這種情況有時候是故意人為的 有時候呢 是自然產生的 看你要去設計材料的時候呢 透過這些方式去設計你的材料 讓它的周期性變長 那變長之後呢 它對應到的電子傳輸性質 或是其他物理性質就會完全不一樣 好 OK 所以呢 這個是所謂的這個 非理想經格 非理想經格 有沒有問題 好 沒有 我們繼續 那我們就很快來看一下 特地附的一些晶體的數據啦 那這個也是我說這本書很不錯的一點 你買這本書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每一張都有豐富的數據 假設你今天剛好遇到這樣的一個 不太材料的問題的時候呢 你要找數據你就翻它 很清楚 都可以任何數據都可以找得到 好 來 第一個 第一個 這一個數據在講什麼 這個數據在講還有晶體結構啦 那你們可以看啊 晶體結構從左到右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 在這邊你看 BCC 對不對 八D生跟Cubing 體心的在哪一區 你看這裡 B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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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裡都BCC 對不對 這裡這一塊很多都BCC 然後BCC完了 H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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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CP到這裡 對不對 所以HCP呢也是寫寫到這邊 然後寫到這邊完之後 又回到BCC 回到BCC 然後呢 BCC 然後HCP 然後FCC HCP 那交錯的喔 那為什麼會交錯 那其實這跟它的什麼 見解有關啊 對不對 還記得那個詭譽有沒有 化學詭譽還記得嗎 還記得嗎 兩年前學的 對不對 那詭譽有時候會歪一點點嘛 對不對 因為你電子數不一樣 所以結構可能會在BCC HCP 去徘徊 那回到中間這邊 碳足四足的時候 就要進到Diamond了 對不對 然後Diamond完之後呢 又慢慢的回到什麼 又慢慢的回到這個 FCC 或HCP 這樣子去 所以這是第一個 經理結構跟經格常數啦 當然你看經格常數越下面 當然就越長啦 原子越大顆 好 那再來看看這個密度 這裡頭 然後我們看到它密度 或者是所謂的這個原子的這個濃度 每個地方公分 所以你看密度 越往下 越往這邊 當然最面 地方在哪裡 在這一區 對不對 你看這個最 密度最高的 OSR 對不對 密度最高 下面這一排都很 密度都很高 反而正下面這一邊呢 沒有那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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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好 那我們講這個經理結構的時候呢 事實上 雖然說我們只說 它的經理結構可能是一種啦 那 可是呢 有時候 有些情況比較特別 譬如說 我們這個 這個通常元素 它可能會有 好幾種可能的經理結構 那在特定的溫度壓力下 會發生什麼 相變 Transform 它會反相變 那 有時候呢 這些結構還可以共存 那這些共存的這個結構呢 甚至在這種情況下 會更穩定 更穩定 譬如說 其實 其實我們日常這種時候 有時候也會遇到這種現象 譬如說 水 水上不是晶體啦 或是群地 水為什麼會蒸發 還沒有費點 為什麼會蒸發 還記得它原因是什麼嗎 蒸氣壓 蒸氣壓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嗎 蒸氣壓正常的情況下 有得到 對不對 為什麼水會蒸發呢 那你想想看 水會蒸發的原因是 我在表層的水 跟我在裡面的水 裡面的水 它的動能 它可以給到表層的這個水 所以表層的水 它可能得到足夠的能量 說還沒有到費點 我就可以脫離這個水的表面 對不對 所以呢 在同一個 即便我們在思溫下 以後一邊寫到 顧度是突然就不見了 對不對 正常依照我們學的 最簡單的物理 你沒有費點 你不會跑掉 水應該就留在這裡 怎麼會水放來放來就不見了 那其實就是蒸發效率 好 那這時候呢 水蒸氣 注意水蒸氣 對不對 水氣跟水蒸氣不太一樣 Steam跟vapors不太一樣的 那這兩個東西 這兩個東西 在我們的室溫下 它其實也是可以共存的 那同樣的 當然我們回到晶體來 剛剛那個東西不是晶體 在晶體上 一樣可能有兩種結構可以共存 它可能fcc bcc可以共存 有時候 或是fcc跟hc共存 fc跟hc共存 這個比較簡單 理解對不對 它只是堆疊歪掉了 那有時候是 甚至什麼fcc bcc都可以共存的 所以這個 而且共存之後 它還反而更穩定 有時候會有這樣一個情況 好 那這主要是第一章的部分 那我們很快來 來把第一章的一些 簡單的回顧一下 summary 好 首先第一個 我們在講這個晶體的時候 晶體的時候 那我們說晶體 空間中有很多的這個 晶格點所組成 那些晶格點 點跟點之間的距離 可以用a1 a2 a3 沿著三軸方向對不對 a1就相當於a軸 a2就相當於b軸 c總 或是xyz三軸 來構成 那這些晶格點的位置呢 前面有u1 u2 就有點像怎麼樣呢 我快的回覆一下 我們的晶格點就是這樣子 後面那種晶格點 那這些晶格點之間的關係呢 就通過這個平移向量 比如說這個叫a1 這叫a2 有時候你會看到用a或b來表示 好 那我們晶格的平移向量呢 可以用什麼呢 t等於u1 a1 加上u2 a2 加上u3 a3 來表示 那其中u1 u2 u3 是整數 對不對 它是個整數 好 那對應到的是 比如說像這一個 比如說這個點 對不對 它可能是u1等於3 u2等於2 u3等於0 就是這樣子 這是第一個 我們晶格可以用通過平移向來表示 那a1 a2 a3代表晶軸 一個晶格的長度 那在一個晶格點之內的東西呢 比如說我們一個晶格點之內 有一個原子 長成這樣子 長成這樣子 對不對 好 那這樣子的時候呢 我們在這裡頭 dR dj的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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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用什麼樣的表示呢 我們的rj 可以用什麼表示呢 xj a1 加 yj a2 加上 加上 zj 加上 zj a3 來表示 那xj yj zj 那介於 錯了 0跟1之間 好 那你顯然也很顯然也可以看得到 這個點 這個點顯然一定不滿一整個a 對不對 所以比如說像這個點 可能是2分之1a1 跟2分之1a2 對不對 那我們在固產物理學裡頭 想要討論的這個rj rj rj 我們知道的每一個原子 其實就相當於這樣 卡在金格裡頭 對不對 所以我一直在講說 比如說 手握這個點是在000這個點的話 那下面這個點 我現在雷射體照的這個點 是不是在001這個點 001這個點 相當於下一個金格的什麼 001的點 對不對 那我們討論裡頭原子的位置呢 XJ YJ DJ 都是分數 它相當於位於金格的哪個位置上面 這是第二個 那再來呢 假設 a1 a2 a3 它的體積 可以用三條向量 做 這個 Harmes 得到 那這樣就可以 求出它的最小的這個體積 然後透過這樣的體積去做 然後呢 還有平衡向量的體積去做平衡 就可以把整個空間給填滿了 形成金格 好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第一章 有三題 習題 如果下個禮拜的今天 沒有停課的話 要交作用 好 可以嗎 下個禮拜